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公寓 而且地段也非常好 是我的公寓 是我公寓的一间房 不是 也不是我公寓的一间房 是公寓的一间房 是我租的房 公寓租的一间房 就是我自己租的房间 总比咱们在这个叫什么 吵杂的这个半径 最起码不乱了 因为本来也是 这一期本来也是说要在石藤路 但是我一想在石藤路 那也太 太麻烦了 非常惨 不是 经常会被打断 有时候还有熟人 什么过来打招 什么之类的 然后旁边还有几个小女孩 很高兴的在庆祝什么东西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事 就是说可能确实有时候忙起来 就没办法的事情 大家也理解一下吧 是是是 然后就说一下为什么要改名 第一个就是说 我发现我的这个节目 太多了 这些名字 就是你看东京情报园 又什么原来如此 又有我们社群Colbeer Club 大家记得不方便 对 记得不方便 然后就干脆就多统一 叫Colbeer 就是以这个系列 一个系列 这个后面原因也会说 就是首先统一一下 不要搞那么多 然后这样大家别好记 看这个Colbeer 就知道是我的一个节目 是是是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一开始咱们叫原来如此 原本是想说 做这个干货系列 对对对 初中 初中是这个样子 这个一会儿跟咱们主题有关系 然后这个 想说呢 多做些干货 后来发现 做到后来 没有那么多干货可聊 做空了 对对对 对吧 刚开始确实很尴尬 感觉身体被掏空 是 所以呢 后来你看咱们就叫什么 叫这个主打陪伴 在这个洗菜的时候啊 做饭的时候啊 入睡之前啊 对对对 我们来这个主打一下陪伴 更生活一点 所以叫这个名字 其实不太合适 感觉不太对 感觉有点亏心 也有你看 咱们的这个听众在里面吐槽 说你们这也不干货呀 这个能不能回去查查资料再来 人讲也有道理 是 毕竟咱也不是摆个全书 对对对 所以咱们干脆就是 Colbeer Talk 就是聊聊天的意思 对对对 干脆还这样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后续也是有一个规划 就是说跟CBC的这个 咱们社群 这个Colbeer Club 咱们的这个社群里面 就做一些线上的这个聊天的节目 都合并起来 因为之前咱们做过一次 阿文跟那个Kata兄弟 那个他们那个拍照的专访 算是非常的正常 聊得非常好 聊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就是说 反向也很好 但是我最近确实有点忙 我没有时间再去搞下一集 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 也想说之后呢 也能够跟咱们这个 CBC继续联动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就不分那么 太复杂了 还弄个什么 原来如此特别编 什么乱七八糟 一个小个人性质 这个博主 还搞出这么多 都记着不方便 复杂的东西 观众都懵了 什么东一个西一个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咱们改名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就是还是 内容一样 只换个名 换个名字 还是我们三个人 然后这是一点 然后呢 咱就说一下 今天的这个主题吧 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叫 失去良心的 潮流品 不能说失去良心吗 失去良心有点奇怪 有点狠 所以这个标题 咱们要稍微 缓和一点 后来就斟酌了一下 我也觉得说有点狠 就是有点过 可能就也不能说 就没有良心 对吧 忘记初衷 叫失去初心的潮流品牌 这个是有一点心 但是说是很新 其实也没有很新 这个灵感的来源呢 是因为我上一次 听到这个 马里奥跟这个 沙拉包格 这个二位的这个叫 无话可说 他们的这个podcast 他们里面就 这个他们的主题 原本是讲说这个叫 Sprime在上海开店 聊开来 对 聊了很 扩展了很多 当时 确实就是听得很有意思 然后呢 本来我们还想聊这个主题 后来一看说 哎呦 算了 确实 国内很多事 上海可能就是 真的生活十几二十年 然后人家就上海人 然后人家在上海 就是说真的也是 对这个潮流文化 也特别的深入 咱们也想聊的话 根本就聊不动 没人在上海生活过 没错 所以呢 但是就是说 重点是说 在其中啊 他们聊到一个结论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呃 什么是割韭菜 这个品牌 怎么就算是割韭菜了 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 他是 呃 当时呢 这个反正就是 呃 叫 马里奥哥呢 就提出了一个结论 他就说 这个割韭菜 你不能说他开店 就叫割韭菜 对 对吧 那说赚钱就叫割韭菜 人家得赢 赚钱是正常的 所有品牌 那就如果按这个标准 所有品牌开了店 就是割韭菜 那就饿死了 那就是这个 那个就是 那就没有那个 然后他说 那如果说 呃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比如说这个 Supreme是不行了 嗯 然后包括什么 Double Taps也不行了 这个时候他来开个店 叫割韭菜 他说这个就更不算 割韭菜了 因为他已经不行了 他不是害怕了 不是说就是说 呃 所有人都要排队去抢的一个东西 那人家开个店 然后就是说到你这来开个店 那没有割韭菜啊 对吧 什么叫割韭菜 应该是我最热最红的时候 然后搞几个 然后我原本量很小很小 突然我量可能放成几十倍 几百倍 然后我到处开店 搞一些大家都能买到的东西 对 所以他说这个 比如说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就 呃 所以这些都不算割韭菜 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 马哥提供一个案例 他说这个叫 Human Made 就算是割韭菜品牌 在他心中 对 就是最红的时候 突然间遍布全球了 从日本 一下火变全球 但是这个也不是 就是说我红的时候开 也不算是很割韭菜的行为 但是重点是说 他感受不到那个品牌的一个初衷 对 就是说他就说 哎 这个品牌 以前Nego 你是讲说要这个 把这个主打 这个把以前的经典 復古的Vintage版型 Vintage的东西 拿出来啊 什么那些东西 炫技 在线 在线 这是你做这个品牌 你当时讲得很好 跟Farreal去怎么 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跟很多 阿美卡吉系的品牌 是一个意思 一个道理 都是 有点这个意思 过去的在线 就是说这个 The future is in the past 就是说未来在过去 对吧 是这个意思 但你现在的话呢 感觉就是硬图案 是以这个为核心了 就是出 怎么说呢 就是不同地方 加不同图案的 北京那个 不是龙吗 然后福刚前一两天 开店了 是鹰 主打是那鹰 总而言之 就是说他这个图案 变成了他的一个核心 然后由此呢 就给人感觉 并没有感受到 你当初 Nego做这个品牌的 这个初衷 像他最开始 Human Made 印很多图案 是因为在很多 Vintage上 是已经出现过的图案 他去载线 对 但是你现在很多 搞很多那种 就是有点类似于 背铺的那种 就是你自己 同卖图案 对 你自己 有个普通教练夹克 然后后面换图案 然后我们真的去店里面摸过 也没有说那个东西质感 或者是多好 但价格标的飞起 你自己会画一些 可能类似于乱七八糟 或者有点 就是 你自己想象画一些 纯纯印图了 就是跟 一些国潮差不多了 有点 所以核心就是说 最后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说 你原本对这个品牌 认知是这样的 你觉得尼狗是很用心 在经营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就变成了说 他好像是一个 你再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有点落差感 你觉得说 哎 这好像不是你当初 讲的这种 我心中的 human made的那个样子 就还是说 后面还是说 可能处理人觉得 还是钱的味道 比较香吧 对 所以你看 而且他们也说 这个很有道理 他说你看尼狗 后来去搞cancel啊 搞什么LVMH 都是一个调性 就是cancel 不行 cancel Nigo 他们都说 当时Nigo进cancel 是想把cancel救回来嘛 因为cancel最早 他那个虎头 实在是烂了 对 实在是没有人 两折三折 然后结果Nigo进去之后 只有第一季 把营业额搬回去了 到home来的时候 cancel还是一直在走下坡 重点就是说呢 Nigo的话呢 就等于说 他在这个cancel也好 什么呢 他其实主要的经历 在那边了 对 而不是说在 human made这边了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human made 可能赚的太少了 还是怎么样 就anyway 就是说你Nigo的话 很快就是对这个human made 是一个给人感觉 有点半放弃的这种感 在一阵 human made 不是那个Nigo发了个因子 说把Foreo请来做了human made 创业总监 就给人感觉就是 这么久了 你按理说你创业总监 得做出点东西来吧 给这么久了 我就感觉是 human made挣钱了 我分我好兄弟一杯羹 我给他点 给他个名义 Foreo来做human made 总监 啥时候的事 前一阵 前一阵 是发了一个 在那个 发了个因子 我当时还发朋友圈了 你感受到这件事 不知道 就感觉像那个 Jerry Lorenzo 进那个 阿迪达斯 然后结果 三年 他出了一件卫衣 出了鞋吗 没有 没出鞋 不是鞋 应该是卫衣 没出鞋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他做创业总监 就是说白了 我给你个名义 然后把human made 一部分利润给你一点 human made挣的太多了 所以呢 就是核心啊 拉回来 就是说 以human made 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马哥 他举这个例子 讲说什么 这种就给他有一点 说这种不太舒服 这种品牌 心里面感觉到 然后呢 那我们今天 所以聊的这个主题 就叫失去初心的潮流品牌 咱们可以稍微小吐槽一下 也 但是还是要说过来一下 就是说 个人观点 这个也不是叠甲 就是个人观点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他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事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上次咱们也聊 比如LV LV 那大家认知 那初心应该是 法国贵族用的这个箱子 对吧 他不是一个 做皮包的 他都不是一个专业做衣服的 他不做衣服 对吧 但是你看人家 现在也是引领 这个男装 这个 这个叫什么 高级男装 对吧 这个没问题 而且跟街头潮流 怎么 今年是跟街头潮流 然后现在反而又来了 又搞出一个什么 数码迷彩 又搞出什么西部 西部 就每年都不一样 但是你说 这个叫保值出现 肯定没有 但人家很成功 大家赚到钱了 也赚到钱了 这也未必就是一个坏事 人家 你难道说 我们说这个LV 就是唯唯初中很烂 这也好像也谈不上 当下潮流的形式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几个品牌去领导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谈一个叫个人的一个感受 今天是 主要是分享个人的感受 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买家 我觉得这个品牌 在我心中有一点这种 落差感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叫什么呢 保持了初心 也未必就是一个好事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你看这个Supreme这次在上海开店 它的主打还是Box logo 然后你看 做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个 还是就是豹文的Box logo 为什么是豹文 我现在也不知道 Bogo反正 Anyway嘛 就是说这个Bogo这个东西 真的是初心不改 这是肯定的 对 但是大家好像是有点疲惫 是因为最早 其实他第一次刚出Box logo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有人 你只是一个街头品牌 你敢这么自信的 把自己的logo印在胸前 而且什么设计都没有 我只是印我自己的logo 大家就觉得 哇你这个品牌太有态度了 但你也不能 就这个态度慢慢的 这种态度化 我感觉就变了 变成公式化 就变成了一个赚钱的东西 这个东西好赚 我每年就都出 你也没有展现一个新的态度的感觉 反正就是这个就是小聊一下 就是还有怎么就说呢 比如说一个品牌 它一直保持初心 但是它没有变化 它也是会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死去的 死去就死去 但是人家确实没变初衷 就是我觉得Sprime没有变 但是对 不说Sprime 就像其他很多小品牌 在这里也举不到什么例子 反正就是说 可能做一个商业模式吧 就是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你没有什么变化 你还是原地踏步 那你很快就会被淘汰 所以对 所以按品牌调性来说 你可能一直保持住了 但是按生意来说 那你就没了 在Sprime就属于 以前是因为有态度 大家都认可你这个Sprime 这个包裹这个东西 但是你一点点的就变味了 就不是态度的 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那我知道这个东西好卖 那我没有说适应环境 我去改变 而就是一直做下去了 各地 你不论是新开店 我就是先出一包裹 总而言之 就是说 拉回来这个话题 就是说 这个失去初心 主要核心还是说 我们个人的一些感受 倒不是说 一个好坏评断的 一个标准了 我们说好就好 最不能容忍的一点 上海的那个Sprime 能在店里拍照 这个是我最不能容忍一点 态度就没了 态度呢 最坏的态度呢 咱们在Sprime店里面 在东京任何一家店 你只要有摸手机 这个动作 都不行 会支持你的 你记得上一次 我不是拿了一个相机进去 他直接让就是看看你开没开 就是等于 拎在手底下 然后我那个开关也都没开 一进去 他就马上要确认一下 你这个是不是 虽然假装好像在那 就是说 倒着拿这个相机 但是是不是 怕你倒录 就是倒过来给录了 还是怎么样 哇 这个太 但是 我一看所有的博主 去上海的Sprime 都随便拍 是可以随便拍的 那个店 什么鬼 甚至还邀请了很多网红 都是可以随便拍 没有 东京是绝对不可能的 东京不能拍 纽约 美国也不能拍 你什么时候看过 来个Sprime 纽约店探店 对 从来没有 以前谁敢做Sprime的探店 没见过吧 没有 只有探排队的 没有探店 对 好吧 然后这个是这个 然后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呗 我们每个人就聊几个品牌 谁先来一个 你先来一个 我先来一个 你先来一个 我先吐槽一个 因为我之前吐槽太多了 什么不再入手的 什么日潮品牌 看看我们有没有一样的感觉 对 但是我这个吐槽 就比较小众一点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叫 雷拉伯 第一上来就是 香水品牌 但是雷拉伯 我确实也挺认同的 认同是认同 失去初衷 还是认同他这个品牌 就说是失去初衷吧 我先讲一下 和这个主题 想去讲一下我的理由 大家先听一下 就是这个香水来讲的话 雷拉伯 现在算是真的红 遍地开店 恨不得就是说 但是我是觉得开店是没问题的 人家确实很红 然后要开店 然后呢就卖得很好 人家也赚了很多钱 这个咱不眼红 对 觉得说怎么就不对 这样就就你必须的保持这个小众 一个城市就一家店 这个就是对的 我不是这么讲的 我的这个点在于说 雷拉伯 他最初的这个创立 他能够成名的原因是 他名叫雷拉伯 是实验室的意思嘛 就是他是一个叫 第一个叫 首先他当然也是 全天然的这个原材料 对 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的一个 首创或者核心的东西 核心的东西是说 现场调制 对吧 这是一个他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理念 对吧 就是像一个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一样 然后就 就崩就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口味 对对 这个香味出来 不会给你拿成品 直接给你 不会拿一个成品 然后所以 所以所有的雷拉伯 都有一个调制时间 大家去买过的话 就一定知道 对吧 这个我买过 2020年 2021年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还是疫情 然后我去戴观山的那个 只有戴观山一家店 对戴观山那个店 然后是 就是现场 会去给你调配 调完之后 还会让你闻一下 然后你是觉得前调 中调后调怎么样 你也觉得不行 他会再会给你改 对 但是有调配时间的 他这个核心在于什么呢 他认为每一个 他认为他主攻的是 这个香水里面的一个 高阶玩家的这么一个市场 可以这么讲 对吧 就是说 我对一个普通的这个香味啊 我已经不能满足了 比如说你这个 Gucci的香水也好 还是什么 香尿的香水也好 我一闻 这不就是标准味吗 这不是所有人 你看我跟他撞味了 这很尴尬 这种感觉 对吧 撞了这个香水的味道 俩人喷的同一个热门的这个香水 所以我要到雷拉伯呢 是什么 店员首先要跟我沟通的 就是你想搞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不想要接香 对 然后就是说 你们俩沟通 然后他说 你看你这前调是这个味的 你闻一下 你感受一下怎么样 你说不行 我觉得这个太浓 我想要再淡一点 还是我想要再要一点那个木质的味道 还是再想要一点那种花的什么味道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专门是为了你是懂香水的人去设计的东西 然后 所以他其实 基本上你跟他聊 跟店员聊的时间是要有半个小时左右 是要的 理论上 就是这个 而且当时是我去那个店时 他们是控制店的 就是一次进店只能是两到三组客人 现在跟那个菜市场一样 然后 对 以前是说你进店必须要就是有个门口会拦着 对 一个店里面逛的客人不能超过三个人 三组 基本上就三个人 然后呢 你进去以后要跟他聊很久 这个香味的这个配 对 有专门接待你的店员 一直陪着你 他是有一个基础的几号几号是可以给你选 对对对 但是那个 基本上就是说 还是要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最后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香水 然后他有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叫客字 在这个地方写你的名字 可以客字 写一个日期 或者说你想送人 那你也可以写那个人的名字 都是随便你了 对吧 对 但是 现在的这个 雷拉伯这个香水呢 首先的店是非常多 我们这个就不说了 但是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东西 开始走亮了 对 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标准的 就是一进去就是 啊 我要东京限定的是10号还是11号 10号 10号 我要东京限定10号 进去以后 那店员不跟你说 你要调什么吗 而且这个香味怎么样 对对对 而且没理你 我上回去那个元素的店 就没有人接待了 对 他们已经把那个量给生产起来了 对 就是你要时间拿给你 你要什么时间拿 给你拿就行了 然后呢 因为我上次是陪我一个朋友去的 去的是元素新开的那个雷拉伯的店 undified的老undified的那个店 对 那原来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 原来是那个地段非常的 原来就是undified 对 地段是非常的好 那个地段 然后呢 进去以后 那个那个店员 他就直接就说 那就大概就是说 也没有跟你聊 然后那个人就说 那个人 我这个朋友不是很懂这些东西吗 然后他就说 我就要这个最有名的 中京限定的10号 没问题 他说这个调制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你要稍等一下 就他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说 咱们俩要沟通 这个香味啊 没有提这个事啊 直接就标准化10号 然后呢 他就很重点是说 他跟我那个朋友反复提醒说 你一定要就是写这个名字 然后那个是可以个性化定制 就是他现在个性化 仅限于写那个 标签上的那个字了 然后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有点拉垮 说实话 那定制完之后 有没有就是拿过来个试相纸 让你闻一下 没有 也没有这个 让你确认一下这个 我们现场调的这个味道 咱们怎么样 没有 他那个 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是 是现场调的 而且他让你等一会儿 去拿货 诈骗过程 就是说 其实他已经全调好 后面一大缸 然后他过来咬了一勺 然后 甚至直接都 可能都是放盒子里 一瓶一瓶的 因为他 他就是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也知道 所有人来 元素的店 游客来 就一定会买这个 东京限定 东京限定的这个箱 而且涨价了 涨价OK 涨价涨价 因为现在日元这么便宜 涨价是OK的 这是你的一个自由 是没问题的 但是 就是让人 整个商业模式变了 就是 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雷拉伯 像你这种比较早 买雷拉伯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 就是你如果现在进店去买 你会有一种吃了仓银的感觉 我已经不买雷拉伯了 对吧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个人是对这种品牌 是有点说难以接受 而且 太商业化了吧 它其实最早有名 还有一点就是 它每一个城市 都有每个城市的限定 就是你只要 你想比如说德国 或是迪拜 你想买那个味道 你必须去当地 但是去年 雷拉伯搞了一个 在东京的店 你可以买到全球所有 这个店铺限定的 那有啥意思呀 就是没有意义 就全部列在那 你都可以买 而且首先就是买什么线固定的款 就不符合你这个品牌的一个调性 和对你的期待值 对 对吧 对 就是你知道东京也有那种 那个咖啡厅是那种 你知道可以跟你聊天的那种 就在那个哪来着 表参道嘛 那个咖啡厅 然后你就可以去聊说 这个豆我要什么深烘 还是浅烘 我要什么酸是多少度 然后人家都可以 然后那个人都可以跟你聊嘛 对对对 但如果说这个天 现在可能就说 那我最后就他那要排队 排很久 是是排队 然后他们就给你一个 已经做好的 一进来就是 叫美式 美式大杯 拿铁 东杯 一下就 然后也不跟你聊 就直接咖啡一到 然后就给你 对 跟连锁店也没什么区别 然后他就是典型的那种 就好像这个 叫 怎么说呢 那种 私人定制的那种 服务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超市货的 这种感觉 就给我是这种感觉 雷拉伯 是 是可能 就符合现在可能更多大众的口味了 包括在国内也开店 就很多人买就很容易买 就是买 就是买一个雷拉伯牌子 对 因为现在 毕竟他靠这个 最开始这个 他的初心 他的商业 他最开始的商业手段 他已经把自己的品牌 打出名气了 对 做起来 他现在只要卖这个牌子就够 然后 我那个朋友就给他 跟他老婆视频 然后聊天嘛 然后就说那个 我在这个雷拉伯了 我买哪个呀 就买那个10号啊 东京县店 10号我觉得特别淡 我不太喜欢10号 10号很淡 就是这是对人喜好了 但是重点是说 就是说像一个标准答案一样 买的就是那东京 限定这四个字 完全就是反他的 这个品牌定位 对 而且我不喜欢 他就是从去年开始 就是直接在那个 代官山店 给你列出来了 有两排 我跟我朋友当时去看了 全部是全球限定 迪拜的 包括芝加哥的 还是哪的 反正荷兰 法国都有 你全部都可以买 我就一下就觉得 这个品牌没有意思了 对 你限定 我在东京都能买 那你搞 这叫什么限定 品牌限定的意义 就是说你得去到 那个城市 买到都属于 那个城市的 那个味道 现在就 我在东京 我可以全买齐 那我还有什么意义 不能叫限定 反正就是 这是一个 我心中的啊 就是比较符合 今天 今天这个 咱们聊的 这个话题标准的 这个品牌 当然就是说 咱们三个人 也不一定就说 想法都是一样的 对啊 对于这个话题来说 刚刚你们呢 那我来一个吧 我来一个就是 一开始就觉得 就是我觉得 没有啥初心的牌子 可能一开始还是很好 就是Ready Made Ready Made 这个牌子一开始最早 它是没有店铺的嘛 在印子上贩卖 全部是用那种军部去做 最有名的就是 二战的 Remake 二战的军部账目 当时真的是有很多的 美国那些的Rapper们 去传 真的很比 今天的主题 这个品牌 你这个东西 就是很多Rapper去传 然后也 他们也没有去找那些Rapper 就是Rapper觉得这个很帅 很有那种Remake感 很个性 很个性化 第一次有人说 这是二战的军部帐篷 当时做的 而且很厚实 现在的Ready Made 还有这些东西吗 军部用完了吗 军部都没有了 现在那些包 那些军部 说是每一件都独一无二 那为什么我在店里 看到我两个一摸 一样花纹的军部呢 对 那包型 一样的包 一样的花纹 而且现在 真正有军部做的大衣 去年 前年还能看见个一两件 现在你去Nubia也好 你去G28也好 没有军部款 更多的是那个 现在他们推的那个棒球 衬衣 就一个普通的棒球 是印象Ready Made 卖的很便宜 那可能西川雄太 主流经历都去搞 Santa Michael了 现在可能就是真的去 Santa Michael爆火之后 大家都去 你去搞Santa Michael 可以 那大家为什么认你 这个Santa Michael 还不是指认你这个 西川雄太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以前是做Ready Made起架 你有这个工艺 你有这个东西 但你的Ready Made不能扔了吧 就 我觉得扔的也可以 但是重点就是说 Ready Made 大家 以前大家是尊重这种玩法的 就是说你是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军部的时候 然后 那个每一个包啊 什么的 你把那个军部 做成什么爱马仕啊 是 这个是有点 有点创意的 那就是觉得 我这太厉害了 怎么能有品牌这么做 而且还是用那个军部帐篷 一个包买了这个包 只有这一个 你拿到那个手上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那个脏屋啊 还有那些 就是破坏的 破洞啊 洞锅的是 你拿到 你拿到的是一个那种 历史的承重 有点 有点艺术感那种感觉 当时 所以你能卖到这个价格 因为你的那个价位 其实也是接近奢侈品的价格 有些都吃着超 四十多万 残动可能是个新商品 但是它 那个料子 给你年龄大多了 大多了 然后几十万一个包 我们觉得 合理 对 而且那个做工非常好 对 不管是做工 还是那个创意 那然后你卖到那个价格 那当时那个市场上 确实没有跟你 可以竞争的其他 然后后来还做一些 什么小青蛙 用军部做 对 那个古部 以前妖果花做的小青蛙 军部的大青蛙 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你确实这个东西是 就是没有 没有过 你从来没有过 没见过这个东西 那既然大家是为了 你这个军部 一提到Readymate的 像大家想的 都是Remake个军部 Remake个军部账 你现在我一件也看不到 Readymate的这个真正的用心 做那种Remake军部的东西 它新的那些军部 说实话是存疑 我现在都 我真的看到过两个一模一样的包 非常存疑 连花盆的位置都一样 但是像你刚才一提到Readymate的这个牌子 我其实仔细想一下 感觉都好久没看到这个牌子的什么消息了 这个牌子就算就只有包 就是还做每年会在 但是它有衣服 这样发 卫衣啊 对它现在就是随着它Santa Michael的热度 跟Santa Michael做的很差不多的一些卫衣去发 就是那种水洗卫衣 我觉得你光做Santa Michael就行了 那Readymate他还要 但是他现在要的就是 我也不好好做 你就解业了算了 我的意思是 真的 就是戏穿雄太其实出场的时候 给人一种那种天才少年的感觉 虎头蛇尾了 数学师 年轻的才华 然后很快就受到国际市场 有点像Neagle那种感觉 对它连店铺都没有 当时在Inz上 它走红是因为那个美国的rapper 特别喜欢 Aside Brachy当时穿 风红穿Readymate的东西 跟贝普联名那会儿也是 就大家觉得还蛮屌的 首先对它产品做的肯定是好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营销也上来了 就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工艺品牌 对那种感觉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 纷服装 潮流品牌 对纷卖货那种 是很早一批日潮 其实现在有很多品牌是Remake起 就你它贩售的一个主理人的形象 或者是品牌的形象 是说你觉得这个人是 很有才华的一个天才的年轻人 而且它对于工艺 对那种以前的那种军部的这些 材质的这些追求 是一个特别有追求的一个人 对 但其实你说Readymate这个东西 以前那些 无论它做的版型 做的包型也好 当时就是冲决 那你同样 你可以说 我现在不做Readymate了 我去做Santa Michael 那你现在Santa Michael的口碑 你跟以前的Readymate 说实话 我两个品牌都买 我觉得差远了 你Santa Michael现在做的 你现在它的理念就有点像 你一个我用的以前的一些个IP 以前的一些联名 做出来那种水洗旧感 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东西 跟我用军部去真的Remake一件 一或Remake一个东西 这工艺比起来真的差非了 反正就是 含金量低太多了 完全匹配今天的主题 就要失去出息 对 Readymate的 我相信可能刚开始接触 潮流的很多人 都不太知道这个牌子了 现在都听不到 还是有这个名号在的 现在还有人会买那些军部的 它的那些包 包可能我觉得股强 因为真的太贵了 40多块钱 而且说白了很新 40多块钱 40多万 45万 我是个人是真的不太推荐 现在你去收一收那种老的 Remake的 主要是真的存疑 说实话 是老的 老的现在太贵了 哪有那么多经典的军部啊 那绝对是那个一个 唯一的一个了 对 那二镇帐篷才多大堆 OK 高老师讲一个 我讲一个 那我想说一个 虽然说是 你说他 他遗落了初心 但在我眼里可能就是 他通过一些改变 变得更好的品牌 销量 这些 那 Acting Studio 哦 我都知道了 这是北欧的 北欧的是具体哪儿的 我不太知道 现在可是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 版本 榨字机 版本答案 当时是维巾 一炮走红 这个维巾 维巾 比起维巾 就是 他的那个笑脸 那个 很多年前 四方块笑脸 对 笑脸 那个是他 应该是算出圈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他是瑞典的 然后应该是 1996年 嗯 是1996年 出来了一个品牌 这么早 很早 很早 他最开始是一个那种 呃 工作室 然后他自己做一些衣服 后面 这些衣服卖起来了 他就把这个 直接做成一个服装品牌了 有点像春上龙那种感觉 其实 有点那个意思 嗯 春上龙也不做衣服吧 春上龙 春上龙这个太阳花 那个体啊 春上龙最近 卫衣可不少 春上龙最近做卡片 但是 但是在我 在我眼里 春上龙那个太阳花 他主要还是卖那个太阳花的形象 衣服只是他那个 这印象 太阳花形象 对对对 贩卖这些东西的一个载体 但是Acne Studio 他是真的在做衣服了 对对对 他就算是一个 衣服品牌 也可以 但是 有点跨界 呃对 现在 想想 Acne Studio 大概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 就是他那条牛仔裤开始 啊 大概 可能就是说前年 或者去年 就这两年的事吧 对 但是你想想 从96年 到这两年 这个区间 去Acne Studio 就这么 呃 平稳的 也没有什么 大爆点的度过了这么几十年 对 以前 以前是真的 很少人 对 那个方块 报告是报告 但是 怎么说呢 感觉 当时在大家眼里 也就是一个印的笑脸logo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这个品牌 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艺术家 知道 知道是知道 但是 可能看一下就行了 不会说想去消费这个 大多数人可能 就是买的是那个淘宝的假货 对对 就是20块钱包油的一个帽子 那个冷帽 然后顶上戴一个 就因为Acne Studio 确实不嫌 这个盘 对 是不是不便宜 而且现在 而且现在还涨价了 啊 是还涨价 涨价 它本来就挺贵的 我觉得 嗯 本来就不便宜 然后最开始 像他那些卖的那些什么笑脸的各种 呃 毛衣啊 卫衣啊 还有冷帽 还有围巾 是他一直在穿 他围巾做的倒是一直还不错 但是 最开始他围巾 他做的那个cashmere 就是他那个羊绒围巾 嗯 他最开始 不不 是羊绒 还是马海毛来着 马海毛的 对 应该是马海毛的 对 他最开始是单色的 嗯 之前 之前咱俩去买的时候 他不是做那种 就是方格色块的吗 染色那种 对 但 其实像这种围巾 其实很多 北欧那种 都在做 都在做 Acne Studio 是其中一个代表的 像Money他也有啊 嗯 对 嗯 最开始他可能是 这些东西 呃 存在于大家的认知中 就是一个 可能卖一个logo 卖个笑脸 卖个围巾 嗯 冬天 冬天比较冷 他围巾还不错 大家买一个围一下 保暖这样 嗯 像他原来一些设计的时候 原来我在韩国去看过 他那个专门店 嗯 在我的印象里 就是除了那个 些笑脸卫衣 没什么别的东西 还有他最开始 就是说他做牛仔裤 也做的不错嘛 嗯 嗯 但是他最开始牛仔裤 我其实看过 就是很普通的一些什么 就没火住圈 对对 就很普通的一些 平平无奇的一个牌子 对平平无奇 就是可能普通的什么 啊 水洗直筒 还有唇色直筒 嗯 还有什么锥形 也就这些版型 但是像他最近出来了 那个叫什么 1996嘛 还是2015 就那个版型 就是一个 阔腿的baggy jeans 的一个版型 嗯 对 阔腿的 对 他就靠那个活起来了 但是他 是哪个明星穿了吗 我觉得是 很多明星都有穿 嗯 最近 尤其在女生圈里 活着 韩国 应该是韩星 韩星有穿 还有 国内那些个女生 国内很多明星都有穿 像 我自己也有 是吧 对 因为我跟那个 日本的 Ecne Studio 一个店员 我们还比较熟 嗯 嗯 他之前是在伊士丹的 然后我之前去伊士丹的 Ecne Studio 我都会找他 然后他现在调到福岗去了 伊士丹是在一楼 我记得 之前在二楼 现在在一楼 现在 现在二楼 可能又搬了 可能又搬了 嗯 嗯 像之前我 注意到这个牌子 注意到他的裤子的时候 是 大概 应该是前年 应该是前年 就是我一个日本朋友 我就穿着一条 穿着他的一条 那种阔腿的 牛仔裤 然后 那会儿阔腿 牛仔裤 好像刚刚流行起来吧 嗯 对 就是那种 就Y2K吧 Baggy jeans 还有 就是可能 呃 叫什么 酷 对 喇叭裤 嗯 对 那会儿这个版型 Y2K 就是Y2K的浪潮 对 Y2K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然后还有 跟那个 叫什么 Cleanfit 也有点关系 Cleanfit 也是Y2K的一个分支吧 差不多 嗯 就是 核心的Y2K 反正就是上短 下长 大长腿 就风格 风格这种东西 很难去定义它了 很难定 但是有点 大家一看啊 这个有点Y2K 但是你像现在 各种风格 可能也是结合 之前各种风格 嗯 变过来 变过来的 当然没有那么绝对的 对对对 没那么绝对 没有这个标志 对 反正我当时就是说 想买一条那种 Baggy的jeans 嗯 Baggy的牛仔裤 但是那会儿 最流行的 其实是巴黎世家嘛 当然巴黎世家太贵了 太贵了 太贵了 然后我那会儿 就看我一个日本朋友 穿一条 30万40万要吧 差不多 30万 20万30万 对 反正当时看一个 日本朋友 穿那么一条裤子 我就问他 这个哪个牌子我也敢买一条 他说 我说Agni Studio 那我当时 问了一下 我说Agni Studio 有出过这种裤子吗 当然可能之前有出过 但是 就说明在赶流行嘛 就是他也追上这波流行了 他可能也不是说赶流行 就是这个版型 可能他一直有 但是之前没人去买 这个版型 因为之前这个流行没有起来 对对 我其实也一人在出 但是就跟那个 Essex的那个鞋子 银条鞋子一样 对吧 以前人家可能这个跑鞋 已经出了二十年 一直是这样做 结果这两年活出来 然后刚好 跟到这个风潮 大家发现 这个牌子有这么一条裤子 正好 正好适配这个风格 那我去买一条 还不错 可能就这样起飞 然后大家口口相传 就这么起飞了 然后我当时 看他那条裤子 我也觉得 不错 然后我马上跑到一试 到二楼去买了一条 然后 后来我就跟那个店员 就熟气了 他之后就是会 只要出那个板下的裤子 他都会给我发 不是 你要那么多条 同一个裤子干嘛呀 因为他不只有 那条就是水洗直筒的 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 比如黑色 还有破洞 这么说起来 确实你这个身材 是适合这个Y2K的 上短下长 咱俩 咱俩跟Y2K 没什么关系 对 没什么关系 反正咱先不聊身材 就是说 这个故事 然后去买了 然后他就加了我那个SNS 然后会给我发 会给我发他们其他的产品 然后发那个 发其他的可能新上的裤子 然后第二次他给我发 他们 也是新出了一条 就是类似于那个版型 差不多的一条 bag jeans 然后是破洞的 我当时一看 卧槽 这太帅了 然后马上 马上 马上 马上去医师呢 又把那条买了 哇 你买了好几条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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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多少钱 一条 一条五六万 五六万 那口是五六万 现在 标准的这个 现在得七八万万 现在涨了 又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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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会还没有特别火起来 然后 第三次 第三次我买的时候 就是 Ecline Studio 最近特别火的那条 泥染破坏 你知道吗 泥染破坏 我不知道 我一听泥染 就是Visway 我印象里 只有Visway 泥染很泛滥 那我们 就是Ecline Studio 有一条 最近特别火的泥染 破洞 破腿牛仔裤 我 我没 我基本不关注这牌 我看不了 就反正 那会那条裤子刚出来 那个电源也罚给我了 然后我一看 泥染的也挺帅的 那我也买了 然后 然后对 然后那会我把那条泥染的也买了 那你这就十几二十万进去了 就光买这个裤子 但是 那条泥染的 我买了之后没多久 这个牌子就火了 而且就是那条裤子火了 啊 对 懂懂懂 对 然后 领先潮流的高点 你就进入一个羞耻的这个状态 也不是羞耻吧 就是 不好意思再穿出来 但我确实是骂了 你看 那你就是不好意思再穿出来 股票是低点买入 高点卖出 反正 加价了 可能稍微加了点 还是穿过的 潮流赚钱 领先潮流就能赚钱 这个有点东西的 但是 但是Axin Studios 我买的那个第二条裤子 那条破洞的 扩腿的牛仔裤 没有泥染的 那条我还留着的 然后买的第一条 扩腿的牛仔裤 就是不带任何破坏的 一条蓝色水起的 那条我也买了 因为是真的很难买到 是吧 之前 挺好买的 因为之前反正 就是说这个火了之后 火了之后 火了之后呢 肯定是稍微有点难买了 而且他加价都没有之前好买 像我之前去的话 反正是肯定能买到 就是也是店员 就第一时间发给我了 然后我一去 人家货量都全着了 就是只要有钱 就可以谁再买 他会找你就说明说 这个还是这个很难卖掉 也不是很难卖掉吧 就是说至少要想想办法 来推一下自己业绩 也不能说想想办法 就毕竟日本这边的话 他跟你这种熟客 他都会留个联系方式 有什么新上品 肯定还是会先发给你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后来到下一季的时候 Acne Studio 他整个 我看他整个风格大变一样 就是他就出了更多的那种 就是泥染 泥染的那种破洞的 或者不破洞的那种 baggy jeans 而且他更扩了 他比之前 全面卖入Y2K 对 全面卖入Y2K 可以这么说过 吃到甜头了 就是 以前他那条裤子 我觉得观众很多都知道 那条裤子大概是 什么样的一个扩度 大概多扩 然后他后面出来 就越来越扩 就是越来越像巴黎世家 对 简直就是怎么说 巴黎世家平T了 可以说是 而且货量变大了 有很多 货量 反正后面我也没买 货量应该也是变大了 然后不止说 他这个裤子 他配套出的一些衣服 之前不是还找那个肯斗 去给他拍过那个行路吗 就是他整个的一个风格 就可能之前 大家印象里 这个牌子可能北欧比较极简 还能印一些笑脸什么的 然后现在整个就变成一个那种 废土 废土 破坏 做就 你染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各种风格结合的 这不是几年前的巴黎世家吗 两三年前的巴黎世家 巴黎世家现在也这么玩吧 就还是有 那几年不是巴黎世家 把这个风格给 玩到巅峰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 Axene Studios 感觉又是 把它发扬弄大了 其实说实话 就是巴黎世家 真的养活了半个潮流圈 这就没问题 差不多 对吧 大哥不叫二哥 那我感觉Axene Studios 就稳坐第二把交易 你就跟住就对了 很多 多少 其实国潮品牌 就是永远跟着巴黎世家 但是 但是 但是你说 Axene就是你说他跟巴黎世家 我也不能 就我觉得也不能说这么绝对吧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么长时间历史的这么一个设计师品牌了 这么一个时装品牌 他做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有他自己设计的能看出来 是保留了半分良知 也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我觉得比起就是说 他市区初心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 我们最开始说的 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开创了一条自己的 一条创新的道路 而且你不管怎么说 比如说那个Axene的 Ciano 14 那是现在最热的 这个Y2K的那个银条的鞋子 你要说 你要说这鞋子配Axene的裤子 我觉得很适配 对吧 但是那个鞋子 说实话 那Ciano呢 是一个Axene的那种 就是高科技的这种跑鞋的这个线 对吧 马拉松什么这些的 那Ciano现在已经出到 我不知道多少代 30代还是40代 这咱也搞不懂 那14代 那肯定是十几年前的款了 至少听起来 对吧 但现在最热的就是他 就是一个风回潮 然后他也一直在生产 然后他也一直在跟人家做联名 跟那个Peace做联名 抢到爆炸 就是一阵风刮过去 还有 Cicoco Cedino的联名 那你说 正说那Asics也是 你就 有钱谁不赚 对 就是这个风格刮过去的 正好呢 这些牌子的 一个风格刮过来之后 这牌子就疯狂找 我们以前的东西 有没有符合这个东西的 有符合的就往上贴 赚一波钱 那什么GT2160 现在还不是狂出 那都是以前的款 而且你说是他以前的 他现在 他现在去联名 他跟上这个风筹 你也不能说他失去出行 因为那确实是他自己 一直拥有的东西 这么说起来 这Baggie这个东西 潮流就是一个圈 就是2000年那会儿吧 差不多吧 90末2000年那会儿的 这个很多玩滑板的人 穿的牛仔 对 比较肥 那个时候呢 那个另外一次有一个叫 银标 Sever Tab 然后就是出了好多 这个Baggie这个版型 然后怎么说呢 确实 这几年应该是太热了 这还 你跟Ego说的没错 The future is the past 真是太热 真是没错这句话说 所以这个也不算是 失去半个初心 有点这个意思吧 但是我是 你说他失去初心 但我感觉他是做的更好 他商业上更成功了 而且他设计的话 我是觉得更有多样性了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再过两年的话 你再想到这个牌子 会觉得有点腻 就是有点有点 也有这个可能 反正之后会怎么样 就拭目以待的 因为Y2K那个过了以后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 像比如说像新人 或者我刚开始玩潮流的 我就想跟波峰 我没有说我多热 但有可能在 比如像咱们在潮流圈里 摸发滚打这么久的 你就不想跟这个峰 其实90%的人 还是说这个Y2K来了 Klinfit来了 我要跟上的 所以就一阵这阵买 那可能过一阵 我们就买下 能够有钱不赚 反正刚刚说那么多 Eckney Studio 我说的那么多 他设计 因为我们这里也不能 就是放图片什么的 我也很难去形容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 各位家人们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是觉得 做的整体形容 造型VMD什么的 还有设计什么的 都还挺不错的 上班可以去看一下 没问题你自己已经卖了 那我要赚钱吗 想买的 关注高老师的 美卢卡丽 我一直是没什么出行的 不是我在咸鱼卖的 关注高老师的咸鱼 想买 Eckney Studio 我卖给国人 Eckney Studio 但是我想卖的 卖的已经差不多了 Eckney Studio 对好像在什么三里屯 什么那个上海 那些都开店 都有点 因为他毕竟不是国际大牌 真的国际大牌 现在跟极简 我觉得是已经一点不沾边的 虽然我是感觉 他原来风格 也不是那么极简 可能跟就是说 跟大家最开始的整体印象 就已经相差很多了 你现在在说Eckney Studio 我觉得 很难再去想到 他那个笑脸什么的 笑脸现在 提到笑脸想的都是别的 反正就是 出号是吗 对我来说还是笑脸 但因为我是太多年 不关注这个品牌 因为Y2K就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也是 我还穿不上 但是我要接着高老师的话题 我再续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叫绝对的失去初心 这个品牌叫Beams 老生常谈 那你讲Beams这么多条线 您不得举个线 主线 绝对的主线 主线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 因为来讲的话 就Beams的历史 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 就是最早的时候 它是做那个西装啊 衬衫啊 领带啊 这些东西 就是说 它等于是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最早开店的时候 那当然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做身装 差不多 其实做身装的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 后来当然这个 渐渐就变成Beams Plus 那种感觉 F有一条专门 也有个F也是的 Beams F F是个身装线 而且那个很慌病 那个Beams F是Future 我一直以为是Formal 是正装 结果是未来的 还有Rub Simon了 Beams F里的 还卖Rub Simon 反正就是非常的正规的 那种感觉 非常正装的那种感觉 然后 但是后来大家提起 就是说Beams的话 大家一定是有一个感觉 它是City Boy品牌 没毛病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宽大 非常的那个肥啊 什么那种大T恤 大OversizeT恤啊 什么这些东西 潮流游鱼库 就是潮流游鱼库 就是说City Boy 廉价版 平价版 平地版 我可能觉得好多那个 什么 SSZ DCT DCT 我买不起 然后这个DoubleTimes 太贵 对吧 又抢不到 游鱼库我又先low 游鱼库 关键 没那么大的衣服 没那么Oversize的衣服 游鱼库成绩 还是穿上 平和身 对 所以说我就买个Beams 这种感觉 对吧 但是 游鱼库 即使它Oversize的 那个版型 也完全就是 属于宽松一点 也没有达到City Boy 那种 那个宽肥的程度 对吧 但是 今年的话 我就前一两年 还隐约这种感觉 今年你去进Beams的店 你发现 里面首先就没有 City Boy的衣服了 就很难发现了 很难找 Y2K的很多 百分之百 Y2K 就 还有一个现象是说 你发现 你找 很难找到那个 纯棉面料的衣服 嗯 是 全部都是尼龙 各式尼龙 金属尼龙 然后还有什么那种 运动服的那种 透气的 薄的尼龙 对 反正就全是尼龙 然后它完全是一个 Y2K的一个 Beams不是出了一个 新的直线吗 就是吗 对Future Future 哦Future 叫 是吧 反正就叫Future 对对 就在Beams 元素前面 有个小店吧 但是现在 Beams的主线 已经全面转型 就是我们就说 这个Beams 这个品牌啊 就是人家能活 这么多年 这是有点道理 就是跟着真的很紧 因为从去年的话呢 大家就觉得说 棉服 Beams的棉服 大家以前想到 Beams的棉服 是什么样 超大的那个名服 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 那个大一挖那种感觉 通融很多 特别大 特别肥的那种 有点像以前的 DoubleTips那种 大家都能想到那种 达的羽绒服什么的 去年的话 它的羽绒服 就可以收紧了 然后就底下戴 那个调节绳 然后就可以收到 大概这个位置 再到 再到今年 估计就 很合身的了 今年可能就变成 那个女生 穿那种小可爱 就一下就是 缩回去了 就反正我肯定是 穿不了了 我要突然就露出 一个肚脐眼的 外面的那个 羽绒服 今年可能如果有兄弟 想买Beams 想穿出那种 宽松的感觉 比如说你之前穿M 你今年可能得买XX 差不多 Beams有XX 还是露肚脐 这种感觉 然后呢 就是说 今年我进去一看 哇 所有的款 就包括它的那个 最定番的是 它的一个 Cargo军库 那是Beams的代表作 你以前经常推 Cargo军库 两边带个大口袋 大家知道 这带个翻盖 就是在插手的口袋 带个翻盖 那是最经典的 Cargo的版型 但是今年也全部 变成了尼龙材质 这非常的意外 因为大家提起 Cargo军库 一定是觉得 它是一个纯棉材质 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Beams 这个品牌 我感觉啊 这个品牌 就没有出众 最开始 它就代理店了 而且不管怎么说 因为毕竟它 品牌 它这个公司太大了 而且历史又比较深厚 它什么都能做 Beams有多少条支线 十几条 什么 Beams有多少条支线 十几条 三五十条肯定是有 三五十条 绝对有 我知道的也就几条线 就是它底蕴太厚了 我觉得不管它拿出什么东西 你都很难说 它每条线的风格都不一样 Beams那个 叫做Lady 还是叫Woman Beams那个 Boys吧 Boys还有一个 Beams Woman 它女装有好多呢 还有好多条件 这就完全是不同风格的 这种女装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 如果一个兄弟可能觉得 Beams主线是她初衷了 你还是想买她经典的那些 那其实你去Beams Plus 一样能买到 所以 但是问题是说 比如说你是一个 心中觉得Beams是一个 City Boy的品牌的话 那是真的很难买 其实现在就出来一个问题 Beams的初衷是什么 它没有初衷 我得出一个结婚 这个品牌没有初衷 Beams初衷就是赚钱 就是杀伙做他 对 就是一个服装公司 我对Beams了解 就是第一个把美国的这些东西 拿过来 给到元素 给到日本人去看 你看这是美国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 哇 这是美国的 原来这么帅 那他初衷 那他只要还是个买手电的 他就是 那他 就是赚钱 他就没有 这个我来说 就是一个赚钱 因为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是我最近 不是骑车 一直在听的那个跑卡 我一骑车就要听东西嘛 然后 Beams有做了一个叫 应该是叫Beams Culture吧 这么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很有意思的 它是整个所有Beams的高管 出来来讲Beams的历史啊 回顾一些Beams的大事件啊 什么的 日文的 对 第一期就是那个社长 设乐阳嘛 他出来做的那个专访嘛 然后他整个聊了Beams的一个历史 就是你会发 Beams最早是一个纸箱工厂 好像纸箱的那个厂子 然后后来是发现这个洋服很火 然后这个人就 他当时这个 而且他这个老板有多鸡贼 他他这个自己是有班上的 他好像是在什么 不是KDDI 还是那个日本那个大电信公司 然后呢上班 然后反正就是电信公司上班 然后他编自己开了一个店 是卖这个洋服 然后后来就是说 发现这个洋服太挣钱了 他才把这个副业变成了主业 你看这个人有多么的鸡贼 就从这个过程中 并没有听到任何对服装的热爱 你知道吧 就是卖这种钱 因为在那会儿元素 这个扯的有点远 但是稍微扯几句吧 就是元素在那会儿 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 是那个一个大学生来喝咖啡的地儿 对 这是特别神奇 这个元素这个地儿 他以前在那个咱们所知道的 那些所谓的那个 同院号这些人 在之前 在之前 就并不比他们还早 对对对 还早呢 对 然后就已经在这卖洋服 然后他们就发现很多大学生 就是说要穿的那种各种 美式 美式那种西装 但是他们穿的是比较那种 那种感觉 就是潮流一点 像Miyuki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很有意思 反正anyway 就是说这个 这个买手店 Beams这个品牌啊 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出众 就是挣钱 就是他买手店起家 然后呢 到现在他变成自己的品牌 就是杀风歌火 我就来杀 对啊 他初衷就是只要能挣钱 就是他初衷 那这么一说呢 也没失去初衷 也没有失去初衷 杀伙来杀 还是赚钱 只不过是说 喜欢City Boy品牌的 这个兄弟 可能想说 哎我两年前 曾经在Beams 买过一件衣服特别帅 我特别高兴 因为Beams在大家的眼里头 就是一City Boy代名词 然后今年再来 就发现没有 City Boy之前 大家没有人关注Beams 这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是我们认知Beams 是从那个事件点开始的 因为Beams最早的时候 它是怎么红的 它开完店以后 它就 这个人特别厉害 它就上了PowPi这个杂志 然后PowPi 当时一下子就火了 它一下子就做起来了 然后很快就在色谷 开了第二家店 我听他聊这个历史 蛮有意思的 而且中间那个过程中 他们不知道 换了多少字风格 我听他们那个高管的采访 后续高管的采访 然后还做过什么 Beams还曾经 以这个爱情为主题 然后就是什么 互相给爱人送礼 那个时候就Beams的 一个主流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你买一件Beams 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人 所以要送给他 就曾经也做过这种主题 第二 医生只为一个人定制钻尽 现在你看 你肯定也不会这么觉得 说Beams是一个 什么表达爱意的一个品牌 它是什么服装公司 这是营销公司 对 它其实是一个营销公司 现在给老婆买件Beams 老婆都打死你 520了买件Beams 也不一定 如果老婆非常喜欢 那个Y2K辣妹 可能也还可以 就觉得很 那个 买个Beams的Future 买个Beams的Future 那买岛不好吗 反正就是说 Anyway 就是说Beams的这个变化 真的是有一点激烈 那这个品牌呢 就是说让我感觉到 这个品牌就不能说失去初心 叫没有初心 没有初心 你跟老婆买Beams 让老婆说 我喜欢巴黎世家 都是姓D的 你也不如给我买巴黎世家 他真的不如买巴黎主家 那既然您说了这个 没有初心的牌子 那我来谈谈 在我印象里 没有初心的牌子 这个可能 对于大家来说 还是经常会买 包括现在可能还会买 他们就聊一下 没有初心的 我印象里 我非常讨厌的 两个牌子 没有初心 就绝对不可能买 就绝对不可能买 这俩牌的东西 一个最简单 AAPE AAPE 这个牌子的没有初心 它初心是为了给人还债 这个当时BAP接手之后 这个沈家伟接手BAPE之后 你狗让他不让他改定价 你必须还卖那么贵 但是人欠几个亿的 钱怎么办呢 那我创造个AAPE 我说是为年轻人设计 但其实就是为了给BAPE换债 AAPE跟Nego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不是IT自己做的 一点关系没有 只有我只有混乱AAPE 三个字跟Nego 可能有点关系 就是介入了BAPE的设计 自己去做的东西 因为至少对 是Nego想出来做这个牌子 我就是非常讨厌这种 没有初心 没有底蕴的 就是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的东西 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有赚钱 我不根本就没有热爱 或者说我没有任何理念 我就为了赚钱 你关键你还不是为了赚钱 你是为了给人债 你做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AAPE 就火势非常猛 猛到我在元素 色谷疫情 倒了这么多点 色谷的AAPE没有倒 背图算是这个叫什么呢 叫不忘初衷 对 背图是真的是不忘初衷 太不忘初衷 那东西就没变过 还是那些东西 跟那个最早AAPE做的没有区别 对 而且人家这么多年 联名就努力活了 现在 猿人头 鲨鱼 现在我相信国内 你谁看一串鲨鱼头的马路 别说在国内 日本都会觉得 我真土 这人 你穿一身背图 真是永不忘初衷 那我在池袋 还是经常见到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 这个东西非常帅 他们很喜欢买 我看好多的欧美人在买 对 非常喜欢 他们觉得非常帅 你在日本街上 你随便走一下 你看就经常那种来的游客 游客提着背图的袋子 我觉得欧美的人 对于背图的那个感情之深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对 他们就觉得 这个就是日本的街头潮流 就是我到日本来 我就是要买一个 这个叫伴手礼回去 还有那个当地特产 上海的伴手礼是 Monday Sleeping Club 那东西能变成 你就是贝伯 因为贝伯就是当年 就是所有人 对于日潮街头的 第一个低印象 可能有些人是 Neighborhood Double Types 但是基本上 那阵的低印象 就日潮街头 那肯定是贝伯 而且而且这些 所以这个Monday Sleeping Club 也能卖个三十年 没有问题 你做个迷彩吧 做个迷彩 再搞几个便便宰吧 那个logo 便便宰 搞点城市限定 你看人贝伯最新门 还有这限定 那开业限定 各种限定 应该搞点限定 其实我觉得 给欧美人卖 应该卖那种 就是你印个原人 迷彩然后 上面再写个 I love to you 有这样这个意思 Monday Sleeping Club 呼吁呼吁 我们李老师 赵哥 来来东京开开店 我们 免费给李哥 提供一条建议 我们给开开店 来东京开开店 就这么说 就是不要 不要光在纯色提成 你就是 你不光要印字 你还得印个东方明珠 你来 你也来 来个李哥 标着那个东京塔 你背部 不要拿原生 那小猴 标着东京塔 来李哥 标着东京塔 另一T恤 可以可以 然后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我 一直不 肯定不会买的牌子 叫 Daiwa Pier 39 人家这个是 不忘初心 这确实是 不忘初心 但是这是 就在我眼里看来 它没有初心 这个牌子 为什么呢 因为Daiwa 钓鱼 常钓鱼的都值得 这是个做鱼具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潮流品牌 做衣服的 为了当时 欧洲边奥多尔 这个风格火 聚火 火 日本也火 中国也火 Daiwa Daiwa这公司 请了一个公司 外来的公司说 那行 你们帮我们做一个 目标市场是 亚洲 中国和韩国 日本 咱当时 我们当时还代 代购过这个牌子 根本就抢不到 日本没有货 没有几件 根本就 就说白了 这个东西 我就不在日本卖 我的大货量 都给你这个 韩国跟中国 去那边去卖去 所以说这个牌子就是 它起出这个支线的目的 就是我要赚一波快钱 我要赚一波快钱 我赚了一波快钱之后 我有可能后面就撤 你从它第二 后几季的东西来看 就是想撤 没有新东西 那个量 糖果色 羽绒服 你跟Daiwa PS39最开始的 那些东西 有什么关系吗 你这么一说 确实这个糖果色 羽绒服 跟他们钓鱼 是真是 一点关系没有 对 你钓鱼牌 做猎状夹克 你让鱼看 你看得更清楚 然后你跑 我们期待第一 好 你开始做 Daiwa PS39做那个 钓鱼马甲 钓鱼夹克 非常帅 觉得很多口感非常帅 我们期待你第二季的东西 第二季的东西呢 没有了 还是一样的 就是 一模一样 这个品牌的话 说实话 它确实有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策划感 特别的明显 就是为了 我就是掐你一拨块钱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都市机能热了 然后呢 就是像命题作文一样 都市机能已经热了 然后这个 那么咱们也要做一个 都市机能品牌 那怎么做日式的都市机能呢 那一定是oversize 对 因为是这个日式的 大家都对 对日系的理解 就是宽松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命题已经定了 那下一步呢 就是说 找谁 找中田圣界 这是顶级大佬 对吧 来策划一波 对 那确实也很给力 策划出来一些 很屌很屌的这些单品出来 确实是很屌 对吧 但是后续的话 确实是有点法力感 就是没感觉到中田 没有了 自己也不怎么推了 对 就一个钓鱼马甲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期待着下一年 你明年的新款 明年来一个糖果色羽绒服 你这个东西跟Urban outdoor 有什么关系吗 就感觉就是 我这 这波快钱挣差不多了 我换一路 结果没走通 没走通就算了 我现在直接换一条线 来吧 出了一个那个DV DEV 还是DVEC的那个 就是又搞出一个新的 新的就是想走 十足鸟 那个意思 就是走高科技 十足鸟火了吗 十足鸟那种户外火了吗 那我也搞一种偏机能的户外 就是说实话 确实是那种策划的味道 特别的浓 它不是一个 主理人有自己的一个初衷的那种感 就以前中田 他也不搞 他Beams Plus出身嘛 他也不是 他是搞这种 卡基休闲 卡基的呀 你也不是搞这些的呀 他也不是搞这个户外的东西 但确实也很猛 就策划出来很多款 那从Beams出来就能理解了 那他初心就是赚钱 对 那你这么说的话 确实是这个叫什么 没有初心 初心是什么 就是赚钱 那也是保持初心 我觉得也不能说 就是太绝对 没有初心确实也太绝对了 就人家确实也搞出了一些很牛逼的设计 那钓鱼马甲 摆在那儿 还是很厉害 确实我 确实有自己的这个视野 有自己 就那你 你以前做 二八八道的人 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些设计 就是跟刚才 我说的Readyman 就一个感觉 你一开始都有一个 吸引大家演出的 还是很吊 让大家认可的东西 那后来的呢 你后续的呢 就没有了 就一直 一个马甲 每一年换个颜色 加大货量 一直在出 确实差点意思 你要这么说的话 设计上还是乏上可乘了 就是感觉没有东西了 肚里墨水 前两年 前两季直接给挤完了 然后后面就没有墨水了 你要尝试创新吧 创新个糖果色语用服出来 我这可不理解那个东西的 今年又有点回归了 感觉又回归到这个 差不多的 那以前的差不多的东西了 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 没太那个 我觉得主要是说 Y2K太热了以后 他想偏Y2K 但是没偏进去 应该你就得罪很多老的用户 然后 反正就是说 有点没跟上 然后就只能还是回归去抓老客户 就算了 就我还也别跟了 可能我这个牌子也跟不上 确实想跟了 有点勇敢 想跟 结果没跟上 然后 那个桃果羽绒服绝对是非常Y2K 对 太Y2K的东西了 但是 谁买 穿Y2K的买台 所以就这个牌子就是 你想跟 就一直在跟风 跟风 结果没跟上的 那你就回来好好继续做 就今年的春夏 我观察 因为这个牌子 我一直都关注 我还是很喜欢那个牌子 就是实穿 我觉得特别实穿 它的那个百姓 特别宽什么的 适合我 我关注一下 就有点回归初中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那么多花蕾虎 还是会归到 没跟上Y2K 那我就回来 好好接着 陈先生来做这个 卖东西没有那么的好吧 谁知道了 对吧 一波热度的 高老师来一个 那我再说一个 三本要丝 你这时间抛大 破火有点 那多少 我们观众肯定有很多 优寂的老玩家呀 多少人是这个叫什么 因为崇拜三本要丝 才走上了 这个叫时装 这个高老师讲讲吧 对 为他 对 对对 就怎么说呢 可能 我是觉得 主要是老头子也老了吧 就是 对 老头子老了 然后 其实不想 对 其实 到底个关系 没精力 去搞一些设计了 然后我现在 当然 山本要丝 我觉得很多设计 应该也是外包的 那 那是 对 我就想问你们一下 你们对山本要丝 本来一个印象是什么 暗黑 暗黑 然后剪裁嘛 就是那种奇怪的剪裁 剪裁 然后还有面料 呃 面料就是垂坠的那种 对 垂坠丝 丝制的那种面料 日式的暗黑先锋 还跟那种欧式的不一样 虽然 要极简一点的 不是那么复杂 倒也不极简 它的版型一点也不极简 就跟欧美的那些来比的话 还算是极简 垂坠的暗黑先锋 嗯 就是 虽然 山本要丝 我也是没买过啊 但是 大家至少对它是有那么一个印象的 对 呃 但是现在的山本要丝怎么说 你看它最近 跟neighborhood的怜悯 你仔细想一下 对 那个真的拉 那个真是拉到一样 你仔细想一下 那是什么东西 啊 一家唯一什么印个neighborhood的 旁边印个UG 而且 上次来说 山本要丝 跟那个neighborhood 连那个香炉都卖不掉 啊 那个不是永远都要抢的吗 真的卖不掉 那个东西 那个炉的卖不掉 那个东西 我之前去福冈 在店里 东京 现在还有 对 现在还有 我知道 那个因为它那个炉子的底板 就是老的一个neighborhood 那个炉子 前几天我去那个爬路口 还看见了 还在买 我跟袁哥 就在爬路口看见 对 那个是老的 但是那个 还算是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 你也知道 那边不香炉很难买 对 对 那 就是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东西 只不过是把帽子改成了 那个 它没有帽子 它以前是光头 它那个骷髅是光头 然后加了个帽子 然后在它那个袈裟上 印上那个 山本要丝的花 给人感觉是什么 就是山本要丝 来加上以后 那起码是加分吧 它不应该是 卖不掉的原因 对吧 但是现在事实就是 居然卖不掉 对 上次我去福冈那个 副头量也很 它那个 其实不是跟主线连的 它那个是跟那个 山本要丝 那个街头 显国王的外连的 那是山本要丝啊 就是根本 国王外跟山本要丝 没关系 就不是他做的 但是他 但是山本要丝 跟那个 那边户也联名了 好几个东西 对 我一开始看 龙泽深界 跟那个山本要丝 在ins上发合照 我一想 呦 这俩人在一块 得碰出点什么火花来吧 你都见面了 你这么两个大佬 最后他们俩 做出来的东西 一个卫衣 一两楼 对对 没一点双方平台的特色 重点是那个牛王嘛 嗯 那个牛王 真的太屌了 就是牛王 跟上一季的那个牛王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但是印了一点点 黑色的那个字 就是山本要丝 牛级养大普通 就是那个黑色的 跟经文似的 就是那个东西 就有点那种感觉吧 就具体 你也不想看那个字 什么字 也挺像的 但是就是 太没有诚意了 那个联名 他就是原来的牛王的库存 我相信不是库存了 他肯定是那个板 是一模一样的板 弓也是一样的弓 然后就说 那山本要丝说 那你来联名 那干啥 那我就印两个字 人家都是想挣钱 山本要丝是太缺钱了 还有 山本要丝 不值得那门户的联名 你们记不记得 他前一段时间 还跟我空马里亚联名 有有有 记得 我Supreme还联过 最早的Supreme 他跟那个 我空马里亚联名 也没出什么东西 就是我空马里亚 原本一个 他们那种 西装 他们一种四次的 原本的一个家常版 我后面印了一个 游戏 我觉得反而更丑了 他1718 我忘了一几年的时候 跟Supreme联名 出了一个 就是满印的 那个笑脸的 那个卫衣 我还有一件 那个 我一开始以为 是山本要丝设计的 后来 根本就不是 山本要丝设计 那个是要是 美国的一个 涂鸦师 就是 Gastel 他给做的 他只不过印上 山本要丝的头 那根本就跟 山本要丝没有关系 那其实就不是 跟山本要丝品牌 联名了 就等于是 说是三方联名 三方联名 说是三方授权 但是不安得有人 我们这边 实在没人能 划任何图案出来 拥挤就是 我提供一个 我的名字 提供一个 我的logo 我的自己的一个形象 然后我的一个水洗标 你去设计 还有就是说 山本要丝 我觉得很多作品 都是在纯纯卖画 那这么一说 CE也是纯纯卖画 但是CE 他不是 他卖画 跟卖画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 山本要丝 你像他一些archive 他95AW那种 陆名馆 他那种画 那是整个是符合 他品牌调性的 但是你现在 他现在跟很多那种 东方IP联名 就比如说 伊藤润二吧 他跟伊藤润二联名 是伊藤润二吧 就那些画 富江那个什么 对 就一件毛衣上 印个富江 就是你放几年前来说 我根本不敢想象 那是山本要丝 能做出来的事 这么说起来 就是这几年 看山本要丝的联名 确实给人感觉是 没有一个是用心的 纯纯那种 街头涂牙品牌了 就是没想到 第一次他跟Supreme 做联名的时候 就没想到 这两个品牌 有什么关系 不是一个调性的两个品牌 但是更让人期待嘛 所以才更让人期待 结果也没做出来 其实联名最好的效果就是 两个完全跨界的物种 连在一起 反而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压一大 最往没大圆 还小圆 会变成一个新物种 因为像我们教授之前 给我教 就是给我讲过这个 比如说你画一个轴 你画一个轴 然后 就是在这个轴的两边 在这个轴的对角 两个品牌 这么一折 结合起来联名 其实是效果最好的 所以各种相 就是你相同风格的 品牌 你去联名 就其实可能效果没那么好 就很一般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 因为大家都能想相传 是个什么东西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 我之前就是 觉得就是咱刚才聊 那个贝普跟 Ready Me的联名 就很 给我一种 有一点经验的感觉 当然是很多年前的 对对对对 还在做 现在还在联 现在 还在联 你之前的那个 确实有点 就是那个 军古部跟那种 那种街头的那种迷菜 对对对 蛮有意思的 然后 但是你仔细再想一下 就比如说假如 贝普跟Supreme联名 你可能很期待 但是你大概能想象出来 他会做出来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就是在原人迷彩上 印了BOX LOGO 就BOX LOGO 后面是那个 原人迷彩 就是它底板 或者是那个 原人的那个眼睛 变成了一个 连过一次 这俩品牌做过一次 那个T是 就是一件T恤 就是那一个BOX LOGO 然后那个底板 是原人迷彩绿的 然后签架那件T 但是 怎么说 就像这种东西 因为两个品牌 可能都是那种 街头服装品牌 所以连出来 这两个品牌 虽然可能都大名鼎鼎吧 可能 这个联名的消息一出 可能会让双方粉丝 都很激动 但其实仔细一想 他们大概会做出个什么东西 大家都能猜出来 都能猜出来 其实跨界的联名 是最能 产生出很好的效果的 因为 大家不知道 能做出来什么东西 会给大家更多一个 就是遐想的空间 对 然后就比如说 你Neighborhood 跟有机亚马摩托 你连个名 可能出个什么 就是那种 哇 机车风的 意想就是黑的 机车风的什么 飘逸的 一些长袍什么的 结果你最后 穿了一件 一两个品牌 logo的卫衣 对 就是 但是我必须说一下 这个Neighborhood的联名 现在就是 不用期待 纯纯 我觉得我也能设计 那个联名 你logo是啥 对 你放这吧 我logo是这个 我放高点 挨点 要不 挨点 行 我挨点 当时 龙德神界跟 善比奥斯 和那个 他们俩在合照 发印子的时候 还是在一个面料室 后面都是面料墙 然后两人在一个那种 就是 会议台 还在商量 我也想着 哎呦 这好东西出来 两人可能选 唯一面料 看什么唯一面料 比较便宜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以为能做出 拿什么好东西出来 他们俩应该不会 选面料 就是定下logo印哪 我觉得他们俩 就我跟 山梅耀斯太缺强了 山梅耀斯都快 都倒闭了三回了快 破产三回 毕竟现在的山梅耀斯 跟山梅耀斯 本人也没什么关系 他也是个打工仔 那是一个 就是icon 悲伤的故事 反正就是 再回到山梅耀斯 反正就是说这么多 我就感觉 可能一个 就是刚才说的 山梅耀斯 毕竟都这个岁数了 再有一个公司 也不是他的了 然后设计来说 估计他本人设计的 也很少了 反正现在很多估计 都是他们公司团队 在设计 反正就做的东西 就是越来越没有 大家最开始 当初印象中的 那种山梅耀斯的感觉了 还有就很多 各种卖画 还有各种 敷衍的联名 还有各种复刻 就比如说 把他之前一些 archive 很牛逼的一些东西 像我刚才说的 95的 陆明馆 在21年 又复刻了一次 在这个 内田穴什么时候复刻 对 在这个 但是 川九宝灵来说的话 觉得川九宝灵 比山梅耀斯好的 一点就是 只说他主线 不说他什么play 什么的 山梅耀斯有钱 山梅耀斯没钱 川九宝灵 毕竟公司规模比较大 然后 这个公司整个是他掌握的 他也是有钱 去做这个设计 他每个 我爷子没钱 川九宝灵 每个季度 出来的东西 基本是不会重复的 但是 山梅耀斯 可能之前 也会给大家这种感觉 就每一季 可能会出一些新的版型 新的面料 然后 然后去结合出一个什么 新的 一种暗黑川 什么的 但是 现在就是 会复刻很多之前的东西 就是拿之前的一些 人气的一些archive 去骗现在人的钱 就 整体来说 还是 就为了赚钱 对 还是 老爷的太穷 还是没有出新 只是 就是向前看 这么一个品牌 这么说起来 这个 最近好像也回归了 Y3是吧 Y3 那新出的鞋 是山梅耀斯 亲自操刀设计 怎么说 挺贵的 确实 可能 十来万 毕竟可能 现在反正就是 真的给人感觉 就是穿山梅耀斯 没有那种hive 以前你觉得说 有一个人 比如说 穿山梅耀斯 好像是这个人 艺术家 有点懂 这种感觉 有点屌 就是 这个人 山梅耀斯 是1980年代 那个日本的那种 乌鸦族 卡拉斯多克 他们穿这些 我以前有一个 认识一朋友 玩山梅耀斯 那个 很久不买 他已经转到 马吉拉的孝子 现在 现在 像我知道的 弹心全程 像我知道的 玩山梅耀斯的一些人 他很多 就是现在的山梅耀斯 他不会买 他是 但是会收支钱 去买二开物 对对对 去买二开物 无论是那个 叫什么女鬼 还是什么 虽然 那天去 虽然这个牌子 我虽然也是没有买过 但是 就是说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都没买过 他现在的 就是我只是想表达 他现在的东西 跟我印象里 他曾经那个东西 已经不是 同一个东西了 主要原因是买不起 还穿不上 主要说实话 就还有点 还不如Undercover的感 就Undercover 起码每一季 还算是有点新的 Undercover 也是买不起 加穿不上 Undercover 丑的便宜 但是 他有点创新的东西 都贵 Undercover 彭克 最早 把彭克 在日本发扬彭克 但是其实 现在近两年 彭克品牌太多了 Undercover的设计 也在搞什么电影 什么这些 反正就是 起码是有新东西吧 确实是一直 还是有一些新东西 会看到的 这种感觉 没有到完全 没有什么新意的 这种感觉 就是山北要斯吧 怎么说呢 就是看看行 去买买Rkive行 但主要是 普通人来讲 你第一穿不出去 第二你也穿不上 而且穿不出去 也是卖越来越贵的 之前跟朋友去 他那个南青山的店 看过 一件那种 就是 很长的那种 山北要斯风格 那种家常的那种 丝制衬衣卖 多浅卖30万 这个价格 是不是有点过分 那东西我都不敢上身 我怕可是穿坏了 我穿过一件大衣 跟夜长保安一模一样 我都不穿 再也不穿 你缺一个 那个小灰章 反正也是 灰不拉筋 黑不拉筋的一事 带个墨镜 剃个小瓶头 我就站着 穿一山北要斯 给人看茬 真行 然后这个 行 然后这个 山北要斯 这个吐槽 确实 因为咱平时还不太熟悉 还真没吐槽 和这个品牌 咱俩都穿不上 咱没什么吐槽 没太研究过 对对对 我来再吐槽一个 其实也是比较小众的 其实现在不小众了 您说 叫这个Free Tag 还有这个 可循环包 Free Tag 独一无二包 小包 预知后续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